林平路边的银色轿车 后方突然来了一辆黑车 好几名恶煞冲下车 拉开后座车门 就朝里头狂喷辣椒水 随后将车上500万现金抢走 迅速飞车逃逸 但不到一小时的时间 就被警方拦车围捕 四名嫌犯脸朝地 狼狈趴在马路上 警方主意上口盘查 也在车内找到抢来的500万 还有犯案工具 一滴滴千元大钞 警方清点数目500万一张不少 23号下午3点多 歇气女子在两名男性友人陪同下 先到南港国泰世华领500万 接着再跑到第一银行领195万 没想要离开后 近遭四名男子拦车包围 抢走500万 但他们仅逃亡一个小时 钱都还没分赃 就全数落网 据我们资料显示 他在三重路 也就是南港的时候 就一路跟随 对整个方案过程 避重就轻 那因为资金庞大 尚有案情需要厘清 所以本案一强盗罪嫌 移送40地检 双方护称不认识 但警方发现 嫌犯早已埋伏了一两天时间 布下抢劫计划 这样他们说死都避重就轻 不排除另有引擎 恐怕幕后还有主要唆使者 三兄王宣众 大家好 就像这个团队 我们下来 那边 毫无法